另外在带您看到行车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前方的状况 那么在台九县玉里镇的玉星桥 在20号晚间7点多就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 一辆载运怪兽的搬运车行经该路断时 突然发生机械故障暂停是在这个路上 结果后方的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迎面追撞 而自小客车被撞到对象的车道 波及到一辆机车 造成三人分别受伤 所幸伤者都是有意识清楚 那么消防队员也赶紧送一救治 台九县玉里玉星桥道路施工路段 两部大车与一台自小客车 外加一辆机车四部车追撞成了一堆 现场汽车零件虽玻璃洒满地一片狼藉 事故意外中也有三人分别受伤 到场的消防人员立即减伤处置后随即送一救治 那现场有三名伤患均意识清楚 那身上有多处擦伤 消防车主大达现场后有救灾人协助患者偷困 那交由救援人员停估 之后给予救务处置 那我们立行转送救进的医院 受伤的三人分别是这只小客车的驾驶 与坐在副驾驶座的乘客 另外一个则是无辜遭到波及的机车女骑士 所幸三名伤者都意识清楚送一救治 不过怎么会发生这一起扯火事故 警方也有出不调查 一部搬运车由台东往华联方向行驶 行驶至事故地点时 因机械故障而停等路中 随后遭到后方一部自小客车 及一部大户车追撞 而自小客车遭追撞后 又弹刺对象车道 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 警方获报后立即到达现场 实施交通疏导 迅速恢复道路畅通 而本件车祸总共造成四部车辆受损 三人送一 所幸上市均无大碍 而相关驾驶经酒车后均没有酒车反应 那全案依A2交通事故受理 这一起车祸事故是发生在20号晚间的7点多 台九县玉星桥拓宽路段 三部大车发生追撞 也波及到了对象的机车骑士 造成三人受伤送医 警方也呼呼拥路人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 千万小心慢行 随时注意前方交通车况 维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交通安全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 观看